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到基隆考察相關交通建設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帶領交通部相關單位首長 陪同一起到基隆市政府 聽取簡報也實地到現場了解 在立委林沛祥協助以及基隆市長謝國良積極爭取下 針對基隆捷運第二階段巴督到基隆的部分 除了原油走鐵道的方案 市政府也會委託顧問公司評估 從巴督到安樂區邁進入長根醫院 再轉進市區的可行性 交通部也核定1950萬元的可行性評估經費補助 規要費用1950萬我們初步同意 我們期待就是把以前從巴督到進入基隆這一段 因為本來走原來的鐵道 結果那個鐵道可能會除了課題 那他們現在初步有一個新的路線 我想說我們補助這個規要費用 請他們提出來 那後續我們就按照行政程序來處理 我們捷運第二階段就是巴督到基隆的部分 的1950萬的一個規劃費 也順利核定給我們 那我們未來在這一條路線上 我們目前是會委託顧問公司 但是會規劃朝賣進入的方向就是安樂區的方向 再進入到基隆的市區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的跟交通部配合來規劃 那另外就是我跟配祥委員在配祥委員上任後 我們非常積極在思考如何在國道一號的巴督交流道 以及國道三號的基金交流道之間有一個引道 那這個引道呢是未來可以順利的串聯北台科技園區 壯觀社區國家新城以及未來的上置貨櫃 再到這個北二高基金交流道 我覺得這個對蘇解安樂區的這個交通 以及未來的城鎮新的開發 絕對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另外針對台六十二線延伸到萬里金山路線的可行性評估 立委林沛祥也建議希望中央要一併規劃 新建國道三號設置高架引道銜接台六十二線 西向快速道路可以利用這條高架引道 避開通過安樂區的基金路段直接到萬里金山 才能有效紓解目前每到假日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況 而其實今天到現場會看時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實地遇到塞車時的狀況 這樣的行車路線導致說大五輪地區三萬的民眾 他們平常跟平常的生活作息 跟假日之間的生活動線 跟我們這些去假日去金山萬里遊玩的好朋友們 產生嚴重的衝突 所以在這邊剛剛有跟部長討論過 是否可以在地圖上面就很明顯的看得到 國道三號跟我們台六十二線是可以連接起來的 只是以目前現況來講 並沒有一個西向的連接引道 那未來會見景交通部在這邊做出研究 在綜合規劃的時候放進去裡面 讓假日的民眾直接從山高到金山萬里的時候 可以妥善地利用新的這個六十二號台六十二號線的延伸 包括七堵交流道的這個北出的閘道 還有金山的這些閘道 那這邊也請市政府這邊 就是提出他的這個可行性的研究報告 那我們要按照我們這個高工局 有一個審議的要點來執行 我想說市長或是林委員對於整個基隆市的交通 有他的很長遠的願景 但是他的確有很多都要經過一些行政程序 那我們也想說這個在過程中也可以跟交通部做一些討論 我們儘量把這個行政程序把它收短 儘量完成這些建設 而為了紓解國道一號繫紙到五堵間 最容易塞車的路段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表示 可行性已經通過 建設計畫已經完成 南下北上各拓寬一線平面車道 大約六七年後可以完成 北部基隆段有一個這個國道的拓寬工程 就是從汐止系統交流道一直到五堵交流道 這是過去最塞的那一段 所以我們現在可行性已經通過 我們要把建設計畫已經完成 它已經送行政院核定 那核定以後大概應該有六到七年的時間會做新建 然後我們希望說在北部最大的平均就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現在就積極來進行 平面透寬 平面透寬 是是 各一個車道 各加一個車道 而立委林佩祥除了協助機動市政府向交通部爭取到 機動捷運第二階段可行性評估費用 一千九百五十萬元之外 也協助市政府向交通部爭取到建置 智慧路網一千兩百萬元的經費 總共爭取到三千一百五十萬元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總共爭取到